坚定不移的爱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第107篇一节 这些经文是诗篇107首不断重复的主旋律 诗人歌颂父神坚定不移的慈爱 在西伯来原文里的意思是 急切又热烈的渴望 父神就是这样永不放弃的爱我们 我们在赞美诗中唱到 欧主的爱永不容我坠落 我疲惫的灵可安息 在你怀里 那能够扭转我们 制服我们的叛逆性 把我们从情感的困苦中解救出来的 只有父神无条件的 不容我们坠落的爱 用现代人比较容易明白的词汇 我们可以称 神对我们坚定不移的 爱为无条件的接纳 父神的爱的确如此 他毫无保留地接纳我们 凡有智慧的 必在这些世上留心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诗篇第107篇43节 我们都该在这些世上留心思考 想想这些经文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多人正在经历困境 也有许多人心神不定 焦躁不安 满怀敌意 苦毒 这样的人是被自己的态度 观念或嗜好所俘虏 也有的人生病 精神失常 情绪失控 还有的人可能是恐慌害怕 担忧着自己要面对的危机 这可能正是你的情况 安静下来想想 父神是如何的爱我 无条件的接纳我 深深的关心我 就在我现在的境况 如我所示地接纳我 无论我是人生的输家或赢家 父神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改变 也不在于别人怎么看我 父神就是爱我 关心我 接纳我 已经把那在主耶稣基督里 所设立的一切恩赐 白白地给我 想明白这个真理 就可以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会发现父 神的爱能把我们从困境中释放出来 我们可因为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和自由 而继续前进 当我们想到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时 也要在这些世上留心 我们可曾无条件地接纳我们的老板 或是我们的丈母娘 或是邻居让人生厌的调皮孩子 我们可曾无条件地接纳自己的孩子 尽管他们给自己添了无数麻烦 或是青少年的孩子叫我们一进家门 就怒不可遏 我们可曾无条件地接纳自己的父母 尽管他们老是盯在我们背后 好像不让我们有喘气的机会 我们可曾无条件地接纳那些 难以对付或无理取闹的人 父啊 你那坚定不移 无条件的爱是多么奇妙 能让我面对生活里的任何状况 我求你让我在你的爱中得自由 好叫我能高唱赞美你救赎的歌 不许爱是多么? 我来说